好,大家好,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剧风 首先,我先给大家带来 我把这个麦克风撞了一下 你看这种新的麦克风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抖来抖去 但是又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可以和你们来玩ASMR 是不是有一种暗暗的爽 你看我这个豆豆都长出来了 因为这个天气到时候非常焦虑 所以说在干燥的天气 一定要多吃水果 请你们不要一直盯着我豆豆来看 嘿,这一集你们肯定都得盯着我豆豆来看 所以这周我们来讲点室内的拍摄技巧 在我们过去的评测里面 比如说iPad Pro的评测 还有我们的商业单 你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俯拍的镜头 那我个人对于俯拍镜头其实非常喜欢 因为这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但是你要实现俯拍镜头 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你可以用一个三脚架 然后斜下来拍摄 虽然可以得到非常近似的镜头 但是因为不正 看起来就总是有这么点 就是这种斜的感觉,你懂吧 而且你在进行操作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撞到三脚架 那总的来说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就来和各位讲几种 比较可行的拍摄方式 片头 第一个方法其实是针对就有特殊三脚架的人 目前市面上也确实有很多有横拍臂的三脚架 那理论上你可以用它拍到不错的五拍镜头 但是问题就是形成太短 而且画面会是相反的 你需要在后期翻转过来 在拍摄过程中就会变成你的局中之痛 但是这相对来说还是一种比较便宜的实现方式 而且假如你的三脚架没有横币 其实你也可以在网上买到这种便宜的俯拍币 大概在100块钱左右还是挺结实的 我个人觉得假如你的相机很轻 这算是最简单的俯拍模式 但是要记住 一定要在反面加上配重 不然你心爱的相机很有可能在一瞬间就凉凉了 我们在剧组拍摄的时候 我们在剧组 我们在剧组拍摄的时候 很多俯拍镜头都是这样吊起来拍的 所以相对来说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要用到不少器材 但是这是我们目前最常用的方式 那就是提供两个支点 做一个这样的俯拍架 这个架子可以说是最稳定 最易于调节的配置了 做这个支架你需要准备这些东西 两个灯架 一个横杆 三个模式头 一个灯架接头 一个云台 一个水平仪 那当你准备好这些以后 把接头放进其中一个模式头 确保完全锁紧 拧上云台 将它穿到横杆中间 把另外两个模式头 装在横杆两侧 把整个装置放到你的灯架上 身高 调平 锁紧所有部位 如果那相机很重 给灯架加上沙带 BOOM 现在你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复拍支架 这个支架绝对不会影响你的操作 你就可以获得最正的复拍视角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个复拍支架加在一起大概要1000多块钱 当然这些设备你本来就要买 所以说假如你经常需要复拍 这个绝对值得 最后就是最低成本的拍摄方式 你只需要准备一个镜子 一个三角架 一个横杆或者是模式手 把整个镜子粘在一个杆子上 然后和桌面呈45度 相机水平 对着镜子直接拍摄 尽量用长焦 这样的话你不会拍到镜子的边缘 然后BOOM 你也有了一个复拍支架 虽然这个方法你会丢失一定的画质 但是这确实非常方便 而且你可以轻松调整你相机的参数 这个应该算是最简单的一个模式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小技巧 希望你们看我的痘痘看得非常的开心 应该下一期阿神会有很有趣的内容更新 擦什么擦 喂 喂 干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回头就好看 吃这个食べ物 但是我们下期再见 在吃这个摩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会在这一期的朋友